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主持人的控制選項 主持人除了這邊使用的方式跟一般開會的方式都一樣 一樣可以控制自己的麥克風跟攝影機 一樣這邊可以做選擇 如果你有很多麥克風、喇叭、攝影機 這邊都可以做選擇 那像我們有時候在做演劇教學的時候 我們會接攝影機 攝帶型的攝影機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把畫面切換到實作的畫面 那這邊一樣可以把聲音關掉 一樣可以把視訊關掉 這個都是本來就有的控制 然後另外在 因為我是管理者的時候 管理者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一些可以管理與會者的功能 管理與會者的功能 當你把這個管理與會者打開的時候 主持人一樣這邊可以強迫把麥克風關掉 那也可以把他的麥克風打開 那他也可以自己再關 那一樣可以把他的攝影機做關閉的動作 然後這邊一樣可以更改名稱 一樣可以更改名稱 然後你針對你的其他的開會的人 你可以找一個人幫你設定為聯繫主持人 就是你的助理 然後他就可以幫你 你在報告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沒空 他就可以幫你去 複製所有人的畫面 錄影 或者是把大家發言的內容 把它Copy下來 那所以這個部分是 可以指定聯繫主持人的部分 然後這邊呢 如果開會很多人 那你要報告的時候 你希望就是其他的人 完全就是 聲音都不要出來 只有你自己有聲音 那這裡就可以用全體靜音 全體靜音 那這時候呢 大家都會被關掉 大家的那個麥克風都會被關掉 那你講講完話 報告完之後 可以解除全體靜音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再恢復討論的狀態 那當然如果他是自己把自己關掉的 那個優先權就比較大 你就開不了他的麥克風 但是你可以請他解除靜音 他的畫面會出現 你要求他解除靜音 好 那因為怕回收干擾我就不開了 好 那另外這個是管理規則的部分 那一樣 每個人都有聊天的功能的部分 這個地方是群聊的部分 還是可以針對所有的人做講話 那當然那個單獨針對某個人也可以 好 那這是聊天的部分 那另外在主持人會有一個錄影功能 就是這個通常我們會議如果需要錄影 會在一開始就把它點下去 一開始就把它點下去 那這個 會議就會全場錄影 那全場錄影呢 錄完影之後他會放在你的雲端 放在雲端你的帳號裡面 那你有需要再去做下載 再去做下載 好 那 在分享 共享螢幕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小箭頭 在主持人這邊 你可以讓 同時間 同時間可以有多個人共享 好 那可是一般我們都是同時間 同一個時間只有一個人 可以放 可以共享螢幕 就是同時間一個人報告就對了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正常的選項 好 那所以如果你要報告的時候 一樣是用共享螢幕 然後一樣是用螢幕 那這個就是大家會看到你的畫面 那這裡是共同助記 這個只有主持人要開了之後 大家才可以一起在螢幕上畫畫 寫東西 那主持人沒有開的話 大家是沒有辦法共同助記 這是主持人才有的功能 那一樣如果你報告完畢 一樣可以停止共享 好 所以大概 是這樣的功能 那 會議結束完之後 一樣可以結束會議 結束會議 這樣子就 整個會議就會結束 那你剛剛如果有錄影 他這時候就會 就會跟你講說 你的錄影已經錄好了 然後會存在哪裡 這樣 存在這個地方 你就自己再去抓你的錄影